哈喽大家好,我是Aven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iPhone 16最新的爆料 那过去四个月iPhone 15推出之后 这个销量都蛮不错的 但是呢,16的爆料已经出现了 那这次16到底改建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来一一的谈一下 那首先我们这次iPhone 16推出的款式呢 一样是四款 就是我们的16,16 Plus,16 Pro,16 Pro Max 那当然流传会有这个iPhone 16 Ultra 那这个Ultra其实在今年的这个15呢 也有流传过会出Ultra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技术的原因 所以推出了这个Ultra的推出 那我相信明年呢 有这个机会推出Ultra这个系列 那这个系列呢就是带来更大的这个萤幕 以及更好的这个芯片 那所谓这个iPhone 16 iPhone 16这一次的尺寸呢有带来变化 但是呢这个变化只在于这个Pro跟Pro Max的系统 那这个Pro呢会从6.1寸变道到6.3寸 那这个Pro Max呢 从6.7寸倍称到这个6.9寸 它尺寸越来越大 我觉得我们的手会越来越难掌握 而且我们的小指会越来越辛苦 承受这个电话越来越重的这个重量 那我们的iPhone 16呢 就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就跟上一代的这个iPhone 15呢 是一模一样 然后16 Plus 会跟这个15 Plus的尺寸一模一样 那这次iPhone 16呢 还流传出了三张设计图 那这设计图呢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设计 那第一个设计呢 是类似药丸形状 跟我们的iPhone X很类似风格的这个相机设计 但是是它的摆放方式 是跟这个iPhone 12一模一样的 素的摆放方式 那第二个呢 它这个设计语言就跟iPhone 12一模一样 然后再来的音量镜呢 可能做成类似于 我们以前iPhone SE的触觉式的这个按钮 它并不是一个实体按键 它相对是一种触控式 但是会给你一个回馈震动感的一种按键 那这个设计呢 原本上也用在我们这个iPhone 15的 有可能是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没有在我们这个iPhone 15上面做一个更新 那有可能在我们16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设计的出现了 那最右边的这个iPhone 16的设计呢 它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在于它的左下角多了一个拍摄键 那这个拍摄键呢 传闻是要让这个Vision Pro做一个结合 就是说可以让我们更加方便的拍摄这个空间视频 那基于以上这个设计图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一次的颜色是粉色黄色跟这个黑色 那这三个颜色呢 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iPhone 16的基本款的颜色 那这一次的iPhone 16 Pro 它的重量呢 会从这个187个提升到194克啦 那我们iPhone 16 Pro Max呢 会从221克提升到225克啦 那这个重量的提升呢 我觉得是因为整个体积变大了嘛 所以重量略微的上升了 但是我觉得会不影响我们的使用手感啦 那iPhone 16呢 那iPhone 16呢 也会打产最新一代的这个OLED显示屏喔 那这个最新一代的显示屏呢 提供我们更加亮的亮度 以及更加低的功耗啦 那换句话来说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更少的电量 去换取更加亮的这个屏幕啦 那对我们消费者而言呢 减少电量消耗是必要的东西啦 因为这个iPhone真的是非常耗跌喔 那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iPhone 16 Ultra 那这个产品线呢 是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Pro系列 更加高端的一个系列喔 那这个系列呢 会提供我们更加大的手机尺寸 以及更加好的这个相机规格喔 那也有传闻呢 它会搭载这个无接口的设计 它会完全全的使用这个无线充电的技术 以及无线传输的技术啦 那根据爆料指出呢 这一次iPhone 16呢 搭载的芯片就是这个 A18跟A18Pro的系列芯片啦 那我们两个呢 都是苹果跟这个台积电 研发了这个三纳米的芯片喔 我相信这一次的提升呢 也是相当的可观的 那我们这次iPhone 15呢 是不是整体都过热了 这个程度非常严重呢 那相信这一次iPhone 16呢 它的这个电池会有改进喔 那根据爆料指出呢 这一次iPhone 16呢 它这个电池啊 将会改成金属外观包装 以提升它这个散热的能力啦 而且苹果呢 也为这个iPhone 16呢 开发这个石墨型的散热系统啦 那我相信这个iPhone 16呢 它整体的手机温度呢 会大大的降低啦 不像我们这一次的 使我这么的发热喔 那这次的iPhone 16呢 当然会带来一个全新的iPhone 18系统嘛 那这次的iPhone 16呢 那这次的iPhone 18系统呢 最爆料指出呢 会引进这个AI的新技术喔 提升这个Siri的人工智能程度啦 那这个系统呢 只会坐落在这个iPhone 16 Pro的这个系列里面喔 那16呢 是应该没有这个系统的 那我非常相信这个东西是可能实现的喔 因为这个Siri呢 已经很大时间没有去做一个提升了 那爱于今年呢 又是一个AI迈步的一个大年喔 所以明年呢 很有可能 我们的Siri呢 会结合这个AI 变得更加的方便 以及更加的强大 那有报道指出呢 这个iPhone 16 Pro跟16 Pro Max呢 将即将搭载 两个都是5倍的长焦镜头喔 而不是像这个15 Pro跟15 Pro Max一样 区分了3倍跟5倍喔 它全系列都晋升了这个5倍镜头啦 那这个改动呢 我相信会影响那些喜欢用这个3倍拍摄的消费者喔 那iPhone 16的电池呢 也有相对的一个提升喔 他们这次所使用的这个叫做 对一叠电池的技术啦 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喔 将会用在这个iPhone 16上面啦 它这个体现呢 就是提升了整个整体的容量 以及它的说明会更加长啦 而且呢 可以提升这个充电的速度喔 它将有可能提升到这个40W的有线充电 以及20W的这个无线充电喔 OK那以上就是这一次这个iPhone 16的全部包的内容啦 那我相信呢 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爆料出现啦 因为距离这个iPhone 16发布呢 还有9个月的时间啦 官方还可以有很多时间做一个改动的喔 那我就一起期待一下 下一次这个iPhone 16的爆料呢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点一个like 点一个subscribe 那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喔 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一个影片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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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